男人多久要给老婆加班一次呢 其实啊 作为一个女人来讲 这个话题还真有一点不好意思 但是你们男人呢 一定要搞懂这一点哦 它和关系到你们的婚姻幸福 好 首先呢 这30岁以下 一周你至少要交流个两到三次感情 而30到40岁这个年龄阶段呢 他们的需求更高了 每周呢 至少要个四到五次吧 如果说是40岁以上的女人 那个次数都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 更注重的是质量 因为到了40岁以上的女人啊 他们已经经历了岁月的洗礼 会变得更加的感性 更加的在乎那种感觉 但是如果你的氛围感制造不起来 就是不管你有多么努力 对他来说都不会提起兴趣 所以有一点呢 我今天必须要提醒你们 就是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哦 这女人对气味是很敏感的 千万别一开口呀 就有一股子异味了 你说多影响情调呢 所以我建议你们呀 一定要随身携带这一款口腔喷雾了 它呢也叫做接吻神器 可以助您啊一臂之力 但凡有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呢 您就提前喷一喷 那种淡淡的果香味啊 清新自然 不仅能够展现出你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还能够凸显出你独特的口气品味 操作起来也是很简单的 那么小小的一只呢 携带非常的方便 不管您多大的年龄都能够学会的 赶紧去试一试吧 视频左下角赶紧去抢